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兰花 我们养兰花呀 如果它的盆土出现板结的情况 就特别影响它蓝根的生长 然后也会导致它蓝长出花茧来 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来预防这个兰花盆土板结 首先我们可以在兰花盆土里面呢 给它放上一点蚯蚓粪 蚯蚓粪呢 它里面不仅营养特别丰富 而且可以起到疏松土壤的功效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蚯蚓粪呢 在盆土表面呢 挖上几个小洞 在里面掺上一点这个蚯蚓粪 就可以起到一个疏松盆土的功效 而且蚯蚓粪里面的营养呢 也特别丰富 可以让这个兰花也生长得更加的旺盛 最后呢 我们再可以用到这个鸡蛋壳 鸡蛋壳里面的钙元素和菱元素呢 也是特别的丰富 可以促进兰花根系的生长 而促进它花芽分化 那么鸡蛋壳 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之后 放太阳里下晒干 最后我们把它砸成小碎块 然后掺在盆土里面 就可以起到这个补充营养的功效 而且呢 可以让盆土了更加的疏松透气 不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 所以如果想要预防这个兰花盆土板结 让它更容易顺利抽剑开花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蚯蚓粪 加上这个鸡蛋壳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张画是很大的感觉 就是在摆住的东西 在画面上的上渠过的地方 可以画面上一段落的地方